欢迎老妹 今天是来讨伐老公的 对吧 对对对 结婚八年了 八年的 孩子多大了 五岁 就是前三年还不错 对 生完孩子之后吧 它就改变很大 说说都哪些地方变了吧 就说买礼物吧 你看那是 现在吧 买礼物都很少买了 像前两天我过上主 他都给忘了 晚上回来他说 哎呀 等哪天给你补上吧 哎呀 我就心里不舒服 我跟他吵了一下 但是以前就不这样 他都会给我惊喜 而且回来出去庆祝一下 反正我觉得改变挺大的 我这个有点接受不了 你是记不住老婆的生日了 还是太忙了 不是记不住 也可能就是时间长了吧 买东西干啥的 他有时候也不愿意要了 完了我也不知道买啥好 有一段时间吧 也是可能是工作忙啊 就是给忽略了 给忘了 反正我感觉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除了买礼物还有什么 还有呢 还有我生病的时候吧 你看现在孩子吧 都是我一个人在带 就是我前一段生病 孩子又放假在家 我发烧了 我说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给孩子回来做做饭 我挺难受啊 但是他偏黑才回来 我又起来给孩子做的饭 反正我又挺生气 但是以前他又不这样 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的时候吧 半夜啊 我说我想吃橘子 他大冬天呢 就出去给我买的橘子 半夜回来 反正我觉得这差别挺大了 我就快生气 这是为什么呀 孩子也不管 不是不管 就是平时吧 有时间行 拜访客户陪客户的时候 不想办 你说他打电话 就不好意思去走开呀 再说呢 有时候我回来我也挺累的 有时候你体谅体谅我呀 回不去家现在很简单了 叫个外卖回去 给孩子吃也是要 他也会叫我干啥去 有时候也会感觉 也不需要我去叫我 所以你觉得心里憋屈的话 对呀 就是啊 对孩子也不好 对我也不好 对我也不关心啊 对 你看现在就逛街吧 有时候上厂里看衣服吧 反正我现在也胖 胖这么多嘛 也是不大好买的反正 有时候我看中了吧 价钱能稍微贵一点 我就问 我说老公 这个好看吗 这个行吗 他说还行吗 反正在我心里 我就觉得 他好像是不舍得钱 给我买这样 不是不舍得花钱 要不他就小心养 你说钱在他那儿 拿他买就买呗 然后你说 我一出去商场掌 一挑衣服啊 完了他也老说 我给他买的便宜 有时候那贵的衣服 去了之后 人家服务员就说了 没有那么大号啊 我产后胖了40多斤 我胖了很多 反正我就觉得 他是不是嫌弃我了 而且他上班天天这么忙嘛 起早贪黑的 我就觉得 他说外边是不是 有人了是吧 嫌弃我了 而且我胖了这么多嘛 主要是 你想多了 嫌弃吗 不嫌弃啊 这怎么能嫌弃你呢 就是他这个心眼太 外边有人了吗 外边有人了吗 能有人吗 有人还回家咋呀 还主要你每天特别忙 你怎么个忙法呀 你像有时候 我们一般的早上起来呀 到公司之后 需要去开会干啥的 一般都到十点多了 十点多了 有时候后面 自己部门什么 在开开会 开开会的时候想着 你就自然来就要中午了 您不用给我汇报工作 您就告诉我说 您大概一个月 在外面应酬几天呀 我感觉自从我工作以后 礼拜六 礼拜天 我都没过过好像是 都在忙工作 基本上都是在忙 那孩子你也不陪呀 陪呀 怎么不陪呢 平时吧 陪的少一点 就他陪的多一点 有时候我也领着孩子 出去去溜洞溜玩呀 你也得领着孩子 去逛逛公园啊 逛逛街呀 反正我总感觉到心里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吧 就是那天 无意中看到的电话 发现别人 就发他搂着女同事的照片 还有给女同事夹了颤 我就跟他吵了一大价 为什么呀 就是同事吧 也是吃饭书 可能闲得没事 拍个照片干啥的 就发到我们这个群里的东西了 再说我也没有隐瞒呢 我也没有设密码 那我要防着他 要什么的 我不就设个密码吗 对不对 你这个逻辑不对呀 那你是明目胀胆呀 你更不在乎人家了对吧 你要这么说换一个逻辑方式 他不是不在乎人家了 结论就不一样了 你干嘛了呀 就是同事在一起吃饭 十五强 挨着进一进 说一说 那我感觉反正同事之间的 有出事啊 是很正常的 就是他的疑心太重了 想的太多了 自从我产妇 我生完孩子之后啊 一般他们公事聚会啊 什么的 一般我都没去过 基本没去过啊 你不去呀 你看 每次让你去的时候 假的 你就说没有意思 你不去 妈妈跟你说了几遍以后 你不去 那我 索性我就 再跟你说也没用啊 还不如不让你去呢 反正我就挺生气的吧 我觉得 就是他不把我当回事了 你心里有芥蒂 你就去呗 以后还带着去吗 人家要求去 还带着去吗 带呀 那我要跟他说了 他去呢 我只能带他呀 你对我不伤心 你对孩子也不伤心 孩子现在上幼儿园了 开家长会 我跟你提前说了一句吧 我说你去开家长会 我这边有事情走不开 反过来他 他忘去了 老师给我打电话 老师说 现在孩子都接走了 你看家长会也没来 就上你家孩子自己了 哎呀 我就着急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没去接孩子吗 没去开家长会吗 他说我这边 哎呀 忘了 哎呀 我怪生气 你看生了咱孩子 自己在幼儿 哎呀 我连忙去把孩子接回来了 这是临时打的电话 有时候是开会 他这请假也不好请 那孩子在幼儿园 有一次磕了腿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也没去是不是 后来不是还是我去的吗 在幼儿园玩嘛 他们蹦了跳 磕了一下子 是很正常的 我感觉也没有那么严重 你知道吗 因为在学校 老师也会保护孩子的 也不是要咱们太操心 你说对不对 那还有一次 前两天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咱给孩子 抱个兴趣吧 画画吧 他挺喜欢的 他说哎呀 现在孩子还小 先别抱了 反正在我认为 我觉得他是不是也不舍得 给孩子花钱了 哎呀我就刚生气了 我又跟他吵了一下 你要给孩子抱 八十五岔吧 我就说了 我说那现在孩子才五岁 我也想也给孩子 个快乐童年 那他非得不听了 然后呢 画班你不也报了吗 你说报完画班以后啊 还要给报其他几个班 又报那个音乐的 又报舞蹈的 我说你这孩子一天 除了学这个玩意儿 没有别的了 我就一说 那一降吧 他就不愿意 对 为了这事 我俩就经常吵架 这个都很正常 每个家庭我看 都为这事吵吧 老爸都希望孩子玩嘛 老妈都希望孩子学嘛 我就特别生气 你气什么呀 我就觉得他不舍得 给孩子花钱 我就特别生气这个事 你们家钱是分开的吗 不是 都是我管的了 我给他报了 对 你管 那怎么他不舍得呢 我就觉得他不舍得 行 再往下说啊 还有什么他变化 还有就是 从我生完孩子之后吧 他对我家人 他也改变了 就是说忽略我的家人嘛 你像我妈妈吧 前一队那个脚烫伤了 在医院 就我挺着急的嘛 因为在医院 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我说你看咱妈 那个脚烫了 来医院看一看 他说 他说我这边 跟客户签合同的 我又过不去 当时我就把电话扣了 我就挺生气 你看需要你的时候 你没来 我家人肯定也想 你看你 这大姑娘都没来 那老丈母娘 脚烫伤了 你都没来 对吧 肯定对你有想法 你看你 你把那边事情推了 你过来看一下也行 你说我还有事情忙 我再过一会儿再来 也行啊 你得想一解释解释 话没说完呢 你快点把电话扣了 不是我不去 以前呢 他家那边有啥事 我都去 你有时候我去了以后 到那我就感觉 我多余的 我说了什么话之后 人家都不在乎 你说了之后呢 完了人家也不按 人家意识做 后来你说 还挺好解释的 不是你去就行了 你干嘛要说话发表意见啊 我不知声嘛 人家就说我不关心了 说话呢 一些人说多了 难做啊 就是有时候感觉 真的很难做 他们就想法想的太多了 他愿意说 他嗓门很大 我们全家聚会嘛 都在一起吃饭 吃饭吧 就是为了孩子一点小事 我可能说了孩子一下 当那么多人 他就跟我大吼大叫的 当时我都跟他实验一次 我一想你别说了 别说了 你看我家人都在这了 你还说什么 他又继续往下说 你说你想想 这让我家人怎么想你 你看行 这怎么伤亡孩子 是我姑娘 胖了四个多金 什么嫌弃我姑娘了 怎么 现在还对我姑娘 大吼大叫的 以前怎么没有过 你让我家人 怎么想你 你看看 我就是 是闪门大一点 到你家人说话 就闪门大了 就等于哄了 反正你看我家人 为啥对 因为我生孩子的时候 他是第四天回去的 我第五天出了院 就是我当时 我都不理解 和我家人 肯定会不理解 肯定会对他有意见 直到现在吧 我家人肯定多的时候 对他有意见吧 你看 生孩子第四天回去了 又对我大吼大吵了 为什么生孩子第四天 因为当时 紫家庄那边 有一个合同要签 那边有个招标的合同 我就去了 所以到晚了 孩子又敢巧 那段时间 孩子出生 但是我第一次 我听到以后 我也是马上买了票 赶回去了 我也算不准 孩子什么时候出生 行吧 反正从这事开始 一直也就耿耿于怀的 所以我听这个 用词最多的是四十斤 对 好像自从生完孩子 多了这四十斤肉之后 你觉得生活 天哪 半天腹地了 是吧 所以今天来这 是让老师给你捡捡肉 还是 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是让他改变一下 像以前对我那么好 把这些臭毛病都改掉 对我的家人 对孩子吧 也伤心一点 生完孩子之后 夫妻关系怎么调整 然后工作和孩子之间的 这种精力分配 应该怎么分配 其实挺难的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阳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我其实在微博上 有很多人私信我问一些 关于情感的问题 其中最多的就是 我的男朋友或者我的先生 为什么不像最开始的时候 对我那么好了 其实你总结一下 感情一定时间之后 出现了这样的状态 无非就是累了 倦了 太熟悉了 因为时间一长 总是不会像最开始的时候 那么的上心 但我觉得其实 您不应该是这样的人 我感受到的是 你对于工作的那种积极 热情 但是你对于家庭的时候 你会选择回避一些问题 比如说 礼物买得不好了 那我就不买了 反正你也不满意 你们家里人 也不爱听我的意见 那我就不去了 这个状态要改变 只要你改变一些态度 他今天就没白来 你们之间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而最大的问题 其实在他身上 你觉得 他为什么改变 直接给我答案 我觉得是我胖了40斤 40斤 怀孕之前多少斤 110斤左右 现在多少斤 150多斤 我怀孕之前 我90多斤 我生孩子的时候 160斤 我现在90多斤 我经常会和一些女孩子说 责人必先责己 你这40斤 现在幻化成了一个噩梦 然后去笼罩他 你完全是因为自己的不自信 对 你觉得他嫌弃你 嫌弃你胖 嫌弃你这40斤的肉 所以呢 他不给我买礼物了 他对我的孩子不好 对我爸妈也不好 所以他嫌弃我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嫌弃他 我嫌弃他给我的礼物不好 我嫌弃他对我爸妈的态度不好 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 非常拧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怼在这了 更多的是你自己内心的一种不自信 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啊 即使你身上多了那40斤 只要你自己是自信的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所以是一种自我状态的调整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我觉得男生 就是一定要经营家庭的时候 像经营事业一样 女人在要求别人的时候 首先要要求自己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男女士 我先给你一个小小建议 笑一下 笑一下 你不笑 这个世界不会对你笑的 现在你们这种情况很多见 我们会发现男女之间 永远是你们这种模式 男人 逻辑压制 我不断地来说这个借口 那个理由 一个一个跟你讲道理 女方又会做什么叫 非逻辑反击 就是不管 我不管你说什么 反正你就是不爱我了 反正你就是对孩子不好 反正你就是对孩子都抠 对吧 到最后 你们是没有矛盾调和那一天的 因为你们不在一条线上 把那些什么道理啊 什么愤怒啊都抛开 核心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你觉得他嫌弃你了 对吗 对 你嫌弃他吗 没有 产后的身材发生变化很正常 非常的正常 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共同面对这件事情 你抗拒共同面对 我跟你说 真的吗 女士 你虽然你会问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但你抗拒这个答案 如果他今天说出一句 是的 我嫌弃你了 你会觉得世界崩塌了 这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他 包括他也是 你可以去帮他带孩子 以便让他减肥 你可以去帮他想办法 有没有更好的速身的方法 今天回去啊 两个人再好好地聊一聊 我们要共同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谢谢 先来介绍女士啊 我们都听到你反复在说体重的问题 对 但其实我们也看到 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可爱的胖胖的人 他带给大家欢乐 自己也欢乐 但你不是 所以我首先想跟你说的 你要自我认知统一 如果你觉得自己太胖了 那我就剪啊 如果我觉得胖胖的挺可爱 我皮肤好 我烧一手好菜 我要给丈夫孩子好吃的饭食 我自己也吃得开心 那我们就不用剪 我不认为胖子一定要减肥 当然健康为前提啊 这是你自己心里出了问题 是你自己在嫌弃自己 所以你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正洁在你啊 我们内观自己 审视自己的内心 我不跟他较劲 他爱嫌弃不嫌弃我 我不嫌弃我自己 当你有一天做到这个的时候 他根本不会嫌弃你 如果他看到的是回家 一个特别可爱的胖媳妇 乐呵呵的 生活那么阳光温暖 他才不会嫌弃你胖 你明白吗 我们每个人从婚姻当中 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 不愉快 坎坷 关键是我们 怎么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自己看待婚姻的角度 看待爱人的角度 他给了你一个温暖 完整 可爱孩子 这样一个家庭的感受 难道不值得你加分吗 你还要盯着他的外貌去看吗 先生这是你要调整的 好吗 谢谢 不要总是希望别人 能够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事实上你自己 也成为不了自己所希望的样子 比如说减肥 婚前有工作 婚后要向丈夫要钱 婚前 自己可能还有更多自己的事业 婚后可能要在家中操劳 很多社会身份发生了变化 所以心态不能平衡 这很自然 但是永远不要因为 男人能够理解自己 而感觉到欣喜 因为男人不能理解自己 而就感觉到悲伤 生孩子 不仅是为了他 也是为了自己 有很多女人就认为自己 生孩子生亏了 我是给你生的 我是给你们家生的 我吃亏了 你要补偿我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你口口声声说的是 他不愿意喂孩子 是 S意义的 你 你 你 是 不是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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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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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两位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你改的 好 相信我 在梦里